飓风多里安可能会带来多大的经济损失 有哪些产业将会面临冲击 而美国政府又会如何来抗灾应对呢 我们来看一下CNBC财经评论叶文多 从新加坡带来的观察与分析 虽然说飓风多里安被降级到四级 但是其经济损失并没有明显的减退迹象 目前多里安带来的最终经济损失还很难确定 这将取决于它的过境线路 尤其是北向转弯时的最终路径 那么据美国商业性气象预报机构 AccuWeather预测那么多里安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 约为80亿到100亿美元之间 这其中最主要的损失将来自于出行和旅游行业 包括取消假期 取消航班 酒店收入损失 邮轮航线转移以及为风暴做准备的相关损失 那在此之外呢 美国东南沿海地区可能发生的洪水和风暴潮 也是一大经济损失的来源 而像柑橘作物以及蔬菜的损失呢 也不容忽视呢 面对自然灾害保险业是首当其冲 据瑞银最新的预测呢 整个保险行业可能损失约250亿美元 这也使得保险业的偿债能力是面临风险 那据瑞银统计 在2017年的保险业是因为预风地震和山火等自然灾害 面临赔付账单是创下记录高达1350亿美元 到2018年情况稍有缓和 但今年又有回升的迹象 目前约为700亿美元 而在佛州等地政府在对抗预风之时 美国两党仍在为预算作斗争 据彭博社和CNN报道 那么特朗普计划是从原定于 拨给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资金中 挪出部分用于解决墨西哥非法移民的遣返问题 那据瑞已经确定的转移规模约为1.55亿美元 虽然这一笔资金相对于预风 可能造成的最终经济损失来说还微不足当 但是这样一个预算的斗争及挪动 还是给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美国政府究竟能不能妥善地解决 学好飓风的经济损失和灾难问题